新屋嶺那件事我不再說了 這次又不用油犯優作了 先用明智小賊郎 先以邏輯分析 最近有很多浮屍案 一個是魔鬼山對外有個女浮屍 另外也是荃灣海濱發現黑衣藍 好像被人打過的傷痕 我覺得外面有很多傳聞 這件事想說一說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官方統計 浮屍發現案 我是找不到的 例如自殺的話 平均這幾年來說 一天是有兩三宗的 例如10天內死20-30人自殺的話 就是正常的 但是你說在自殺個案當中 選跳海的很少 因為你知道窒息死是很辛苦的 所以大部分是不會選這件事的 多數都是被人棄屍 那我就很粗略地看看香港01 因為他最喜歡報這些 譬如說不要說這麼遠 只是2019年1月開始 1月有幾單呢? 1、2、3、4 南亞島5單 這個都是三炮 譬如說2、3月就好像沒有的 4月又有幾單的 那就是很隨便的 或者是報道不齊全 但是就是說 最低限度 一個月有幾宗 都不是很奇怪 一個月有幾宗不奇怪 想說一宗其實是在溫哥華發生的 這個很著名的一個加拿大的連環殺手 其實他自己最後認了是殺49人的 他一直是不認的 但是到後來是有些undercover 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自己說想殺多一個 就make it 50 50 他是一個peak farmer 就是他開豬場的 這樣他也都在他那個豬場附近 就是整個party room 這樣就很多時候就 pick up 那些企家去玩 然後後來就殺了他們 那他怎樣處理呢? 就是 拿來餵豬 把屍體餵豬 因為曾經也都發生了一宗案 是真的一個 另外一個peak farmer 死了 但是只剩下牙子 就是豬旁邊的牙子 就是其他那些 差不多吃光了 就是那些豬餓起來 是真的連骨都吃得下的 還有也有 就是懷疑他把人肉 拌在豬肉一起賣 所以 開豬場這件事 其實之後也有電影 荷里活也有電影 pick up這件事 就是說其實沒什麼好 都開豬場 如果你是那些黑社會 這樣就是 是真人真事 所以你說 如果真心要消滅屍體 應該是有很多其他方法的 如果你說丟到海 就是故意的了 就是不介意 或者不介意被人找到 因為就算是你一般的話 比如說你會把他包進一些工業用的袋子裡 然後加一些石頭 石沉大海 是不會就這樣砍進海裡的 就是說砍進海裡 是很奇怪的事 除非是不小心 或者因為很多人不是專業 或者是即時都害怕的 你殺了人可能害怕的 那就隨便丟到海裡就算了 因為如果不是 你是全心要毀滅證據的話 有很多方法 講到這裡 就是這麼說 如果真的是一個很高層 例如蕭尤猿都會這麼推測 如果殺了人要隱藏是很困難的 就是警隊 如果要這樣的話 一定要牽動很多人 幫你合起來 甚至乎要高層參與 如果這樣的話 去這麼粗糙去處理屍體 就不合理的 就是說 我說最低限度 你都放幾塊石 再丟進海底 不會就這樣砍進海裡 這樣 這些似是 要是故意 要是純粹有些人打架 打死了人 扔進海裡 要是就算是 比較合理的 都是某幾個黑警 因為他們不可以讓自己同袍知道 也不可以讓太職 實在是沒有選擇的情況下 就很草率地棄了屍體 這個可能性大於一切 就算是黑警做的 因為如果你說系統性的 即是有很多高級人員參與 即是有很多高級人員 實在是太能匪夷所思 如果是這樣 也不會選擇 就這樣砍出來 所以 這次我認為 真的都是 不排除 有人要刻意做這些事 可能是黑社會 或者是用橫手刻意做這些事 來搞慌他 講來講去 最好就是 Mutual Destruction 即是香港警隊和這些暴力的暴徒 兩敗俱傷 其實這個得益者當然就是 你最好來香港的警察都廢了 變成大家很安然地接受 就算派武警也好 大陸的人下來接管 即是那些所謂的師傅 即是黃毓民的台 就是故意告訴你 那些強姦的 一個大陸的都沒有 全部都是香港本土的香港人的警察做的 他是很刻意去直入這件事 即是要你認為 全部是香港警察 所以就算你最近說的 那個 後巷打獲的那個 有個黃衫被人打 即是 他後巷打一身 然後死也不承認 有前科 那本來我覺得 都是合理發展的 但是呢 我看到連陶傑 是陶傑也走出來 平時他說話都尚算是 中肯和偏右 即是很少的左膠 和蕭玉員不同 但是他這次的設定 就是說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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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佬警官 是種族歧視 他說他踢那個黃色的 object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什麼事 踢那個黃色的東西 就有這個 很嚴重的 種族歧視 就是 歧視你們中國人 就是 想辦法激起民怨 因為我現在經常跟你說 他們根本現在就不夠力 他又要想辦法激起民怨 所以你看到他 其實 關什麼事 那些黑警 就當他是打人 就當他是這樣 濫用私刑 根本是這些不奇怪 我只是奇在 為什麼你是一個 成年人 那麼智人 你有沒有必要 硬把他扯到 種族歧視 侮辱中國人 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根本是 他只是說了 Yellow object 那些東西真的是黃色 就是 我希望大家如果冷靜 是 怎麼會扯到種族主義那裡呢 是因為 香港 其實 藍絲很多 中華膠很多 甚至 中立的人 對這件事 種族歧視 左膠 都是很嚴重 是吧 其實用這個 種族牌 是一次過 很有效 激起民憤的 所以 我是很相信 根本 就算真的有人 特意去 有些黑社會 就是跟我第一次說的方案 有一次 就是有些 平時是社會人 因為他更加知道 那個 Target 的家庭背景 是不是單身 是不是很多親戚 等於我之前說的 那個年萬殺手一樣 他 硬落手 他都要小心 如果那個人 太多朋友 太多 close friends 那 就會出事 因為他後來出事 也是因為太多 失蹤的人 都不約而同 原來說 去了 他那個豬場 如果 他為什麼 就是特意選 那些 可能是特別 有些外國 來站街那種 他 會覺得 朋友都少 不要說親人 朋友都少 離鄉別井 那些 那些才敢下手 嘛 因為如果你親朋戚友 一多的 一失蹤 做多兩三次 你就 很容易出事 對吧 所以 為什麼 如果真的要做 一定是要收數 那些財務公司 知道了 Target的背景 就是 可能獨居老人 或者親戚 都不多 我也是這樣說 如果你說警隊大規模腐敗 去做這件事 是不合理的 你說 少數一兩個打死了人 然後 草率地去棄屍呢? 有可能 我覺得 也有 現在的局勢 他們要玩二虎 敬食之計的話 也絕對是很有理由相信 會使用橫手去做 是吧 黑社會也好 收數也好 打死一個半個 扔掉到海裡 而 如果是選擇的話 你隨便 隨便 隨便打死他 很容易就有很多親戚 去追 追蹤這些事情 那你盡可能就選擇 一些單身寡人的 而 能夠知道 可以有這麼多個Database 亦是我相信 財務公司為首 所以 方向 都是沒有改變的